作为房屋的屋主或是将房屋出租 所需要购买的保险与房屋自住有什么不同 而保险涵盖的理赔项目又有什么区别 今天邀请到房屋业的保险专员为您解答 其实呢房屋保险有分很多种 如果今天呢是屋主自己住在里面的呢 那这种就是homeowner一般自住的房屋保险 那如果说今天我的房子不是拿来自己住的 反而是拿来租给别人的呢 那这种房屋保险就是renter's property 就是出租的房屋保险 或者说我今天呢根本没有房产 我只是一个租户 我是租一个apartment 那有时候呢这个apartment也会要求 买一个renter租客的这个保险 那自住房屋保险跟出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它主要存在两点的不同 第一呢这个自住的房屋保险 有一个很重要的保额 叫做personal property私人财务的部分 这里面呢就包括说你家里的桌子椅子床包包鞋子 你所有的私人物品 那比如说你家里遭受到偷窃 或者说你家里遭受到火灾水烟这种灾害的时候 当你私人物品受到受到任何的损伤 你的房屋保险都会出来作为理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rental property 这种是出租的房子的话 它就不会保里面的私人财务 因为保险公司它会知道说 里面的私人财务是你的租户的 并不属于你自己 所以它不会为不是你的东西 作为这个保险的理配 那如果你担心说 今天租客在里面住 遭受到偷窃 他会告我这个屋主的责任的话 那现在很多屋主呢 都会要求你的租客买一种 叫做HO4 renter的这个保险 它里面就有包括这个私人财务 也有包括这个责任险 那所以在那个租客买这种保险的时候呢 它在一部分上也会分担到这个屋主的这个责任 那第二项很重要的铺头呢 就是liability责任险的部分 在wholeowner的这个责任险呢 叫做personal liability 它其实没有局限在 一定要在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才会发生理配 反而说今天如果我在外面打篮球 我的球打到别人的话 别人要来告我 这个时候你房屋保险的责任险 其实也可以拿来理配 但是在出租房的这个部分呢 它只有规定在 一定要在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它才会做一个理配 在房子外面发生的呢 它都不会作为任何的管理 所以呢 今天呢 作为任何屋主 我们都会建议说 你可以review一下你的保单 因为有时候 有些保险公司呢 可以帮你省保费 就算你是自己住在里面 它也没有包括私人财物的这个方面 所以大家如果家里 有些比较贵重的物品 最好还是跟自己的保险询问一下 我的保险的金额到底保了多少 我需不需要额外加保一些 比较贵重的东西 然后说如果我今天本来是自住 然后现在改成出租 我需不需要换成另一种保险呢 那这些方面 大家都可以跟自己的保险经济 作为更多的咨询 还有一些 措断的可以从来 但是 是这样子